台糖这间百年老店近来在年轻新进人员加入下展现新的活力气象 最近沸沸扬扬的防疫粉红口罩议题 花莲堂厂脸书专页也特别把百年logo图案由绿展成了粉红色 并且以每个颜色都是最美的颜色slogan来力挺政府口罩防疫措施 立刻获得网友一片赞声 被全球各国誉为防疫模翻身的台湾 最近粉红色儿童口罩显起的话题除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社会大众或企业也在脸书号召支持 台糖花莲堂厂粉砖也以粉红色的温柔来力挺 立刻获得网友一片赞声 台糖花莲堂厂百年老店的logo图案首度变色 可说是百年来的头一招 花糖粉砖小编群们表示 防疫期间不分颜色 在强调每一种颜色都是最美的精神之下 将花糖logo从绿色改成粉红色 希望发挥粉红色的温柔力量 团结一心来防疫 好多连肯德基台皮这样子的企业都有 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搭配着 至少用一点点的影响力 好像可以稍微改变一下这个生活这个环境 然后那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说那天他帮忙修图 我就说因为你的一点点温柔而改变了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就跟粉红色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性别是没有颜色的 但是你光看这个粉红色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很开心这样 使用将近百年时间的logo颜色 粉砖小编群们 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让它风云变色 资深的员工们刚开始有些不习惯 但也肯定支持年轻心境人员的创意 呈现花糖的活力气象 我们很多心境的同仁 那在心境的同仁里面呢 其实他们都非常杰出 也很有想法 所以我们对他们 我是认为不应该有太多的约束 让他们有一个空间可以发挥 那他们会有很好的构想 创意 然后出来以后呢 你会觉得意想不到 甚至以后我们可能也要跟他们学习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资深员工 也必须要不能移老卖老的方式 面临高龄化危机的台糖 花点糖厂百年老店 近三年来也有将近20多位年轻心血加入 也破天荒开始经营脸书粉砖 除了分享糖厂各项产业 有其咨询与服务 对于社会流行议题也高度关注 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粉砖 小编群们发挥创意 要让大家看见新的台糖企业文化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